雖然平安規矩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遵守規定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有那麼一天呢 大雄回家的路上呢遇到紅燈 然後他開始心理交代 他決定要遵守呢 就是停下來 還是呢要闖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如果他遵守的話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非常好 那往前走 碰到了 小溪正要右轉的時候遇到紅燈 那小溪如果乖乖的等紅燈 大雄往前走的話 就是沒事就沒事就很好這樣 那如果說剛才的選擇 大雄呢他是闖越的話呢 他會撞到這個小溪 好然後呢 一個闖紅燈的受傷住院 然後那個撞到呢遇到警察 那遇到警察的話 他有兩個結果 一個結果是被攔下來 然後他就是被罰了一千八百元 另外一個呢是成功的脫逃 然後呢 他雖然賺了一千八百元 然後但是呢 後面還有後續 但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小溪心裡想說 警察真是討厭 然後警察就說 違規的人怎麼這麼多呢 這是兩個視角 是嗎 然後小溪成功脫逃以後 經過兩個路口的時候呢 又 這個是剛才那個相撞的部分 那他們相撞的時候呢 警察還有到現場來去做一個酒測 然後 如果沒有相撞呢 雖然散過了 但是心裡非常的憤怒 那警察看見的時候 正要想說 請那個 闖紅燈的人停車好好勸告他 那警察的觀點呢 是 警察的觀點是 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規則才能夠很平安 但是呢 小溪跟那個大熊心裡的觀點是 遵守規定死在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然後 另一個闖紅燈 而且成功脫逃的人呢 雖然是成功的脫逃了 但是他最後呢 受到了貼錢 哈哈哈哈